再刺个牙,兄弟们,姐妹们,再刺个牙 向习主席学习,与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保持高度一致 这期跟大家讲讲习主席最近搞的两件事情 绝对是利好的消息 绝对是对于中国韭菜而言 是利好的两个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机会 两个跑路的大好的机会 所以赶紧跟大家说,我一直以来我都讲这个话的 中国人,无论你是谁 不管你是习近平本人,还是普通的一个韭菜 任何时候你离开中国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没有之一 任何人,不管你是马云,还是一个乞丐 你只要不离开中国,你最后一定不得好死 绝对的,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所以你不离开中国,你完蛋了 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稍微有点想法 你要每时每刻,每秒,每分每秒都要仔细的去盯住中共 有可能给你设计的好的一个大好的跑路的机会 最近就有两个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的标题叫做西包子给广大韭菜设计的两个跑路的大好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韭菜啊 当官的,有钱的,依然如此 很多人说跑不出来啊,那是因为你第一没有护照 第二呢,你也没有方向,是不是 出不去,拿不到签证,是不是 最近有办法了啊 最近两个大好机会,第一是香港 香港现在变成一个石港了 变成一个丑港了,臭港了 有钱人,有想法的人都走了 只有250才留在香港 现在留在香港不走的 要么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特务 共产党的那些个奴才,是吧 共产党的祖狗 要么就是没想法的 对自由没有任何渴望的这帮 250,香港啊 稍微有点想法都走了 所以现在香港没人呢 是吧,香港现在那么难一个城市啊 现在人口稀缺啊 需要新的人进去啊 城市城市,是吧 首先是城,然后是市啊 是吧,市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市场啊 市场叫做什么 熙熙攘攘啊 人要多 人如果不多的话 那你再大的城市就等于是一个废墟嘛 是个荒原嘛 没有意义的 现在香港的人口极为缺乏 在现在没有人愿意去香港 稍微有点想法的人 不可能去香港 现在香港的话像我们这些个自由人 我们念转机在香港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出现 不可能是吧 香港现在已经邪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说有一个法学的一个女博士 就穿了一件T恤上面印了一个维尼熊 然后呢举了一张白纸 就这么个小图片 啊 说他什么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把他俩给抓起来了 你想想 首先他是一个女性 其次他是一个法学的博士 就香港本地的法学博士啊 完了以后就穿了一件T恤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你说香港还是人带的地方吗 这时候香港要补充人口是吧 就出台了一个牛逼哄哄的政策啊 现在香港这边 他不管你学历 不管你身份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是吧 有多少钱呢 就是你的家里的现金有个500万人民币 大专学历就可以了 有个500万人民币的现金 你的家庭的资产有1000万 就这么两个条件 你就可以申请香港的居民身份 三个月之内就可以批下来 你就可以在香港定居了 就这么多 我再重复一遍啊 很多人都有这个条件啊 500万的现金 像我就有是不是 1000万的家庭资产 那我也有是不是 所以我如果人在中国的话 我现在去香港 分分钟的事情我申请 何况我的学历还不止 不止大专是不是 牛逼哄哄的 所以香港这个地方 它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去香港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大好的跑路的机会呢 因为香港依然是一个比 跟中国内地比啊 依然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的 比如说你在香港 你要是去别的国家的话 就相对比较容易 香港的海关查你就没那么严 是不是 不会因为你出去跟你问一堆的问题 然后不让你出去跟你把护照给剪了 这是不可能的啊 或者是有可能 但是没那么严重啊 没那么严重 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所以很多人跑路都是 有的时候是走香港的 只要人到了香港 然后在香港机场坐飞机 去其他的国家 那要相对于容易的 多得多 是吧 第二呢 就是你如果拥有香港的居住的身份 五年以后 你可以拿香港的这个护照 那香港的护照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个国家是可以免签的 比如你香港的护照 你去韩国去日本 甚至你去台湾 你都可以的 真的你都不用苦哈哈的在那里办签证 你根本办不下来 是不是 所以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是习包子亲自给你设计的 因为香港没钱了嘛 香港现在又没钱 又没人 叫真正意义上的 我们中国传统老话说的 人才两空 香港人才两空 你 你收得了吗 你想得到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补充人 补充有钱人 他没有别的条件 就是你有钱就行 就给你设置的一个门槛啊 但有一句说一句啊 香港用这种方法去补充香港的人口 人口技术 我觉得是 是合你的啊 因为你一个城市 你不可能一帮教化子嘛 是吧 你还成为你的财政副的 你还给他们发福 你不用吗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意义上 香港的那帮土工的管理人员啊 那比美国的 比欧洲的人要强 那美国人就敞开自己的国门 让一些个非法移民走线 一分钱都没有 是吧 拖架带口的 跑到美国 你不养了他 谁养他呢 是不是 你进去以后 那就是你的人的 你得养了他啊 你财政多大的负担 所以香港在这个意义上 反而比较有常识 给你点个赞啊 这是习主席给你设计的第一条路 有钱人啊 这个东西是有钱人 一定要记住 有多少钱呢 刚才说呢 500万现金手上 人民币啊 他说是港币差不多的嘛 是不是 第二个是 加成资产结果有1000万 也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500万现金 但是你的房子 如果值800万 是不是 手上只有200万就可以了 那我了解的 北京上海的兄弟姐妹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有 真的 每个人都有套房子吧 北京上海一套房子 轻轻松松 七八百万块钱 然后加上手上 有一两百万的现金 你不就可以变成香港居民的吗 那不流鼻哄哄的吗 是不是 我认识的很多中国的企业家 他们都挺有钱的 他们都是不愿意离开中国的 就是最后都是挪到香港去 可以的 这是一步缓兵之计 你先出去再说 到香港再说 有了香港的身份 你随时可以颠 随时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是吧 不过现在 现在香港 去台湾比较困难 我刚刚在台湾 我知道 台湾现在 从你香港过来的 持有香港护照的人 他这是有条件的 他会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 变成香港人的 如果你时间太短的话 他不让你进去的 挺有意思 台湾人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点个赞 这是第一个是给有钱人设计的一个跑路的大好的机会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泰国 泰国 泰国一直以来有很多个传说嘛 说泰国现在已经被中共伸透的不行了 泰国到这都是中共的特务 警察 第二个是泰国这边的 经常有这个什么 在缅北的那些个土匪 在泰国 就是 就是 抢劫 抢什么的 抢人 是不是 把你 把你抓到缅北去 让你干苦力 割你的腰子 割你的屌屌 割你的牙签 什么的 这个东西很吓人 泰国这边呢 一直以来 我们都希望泰国 能够收紧中国的 这个什么 人去旅游 是吧 要给一个签证 过去是要签证的 但是最近泰国政府 在中共的游说之下 在习包子的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之下 出台了一个政策 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 说的很清楚吧 是吧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任何中国人 不管你是村里的人 还是北京城里的 上海城里的上等人 你都可以买一张机票 免签进入泰国 只要你有护照就行 所以这是多好的机会 很多人离开中国 都是走泰国的线 什么人呢 就是没钱的 没名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找一个办法 想一办法 先到泰国 然后从泰国再到别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 最近有一哥们叫陈思明 是吧 在中国是一个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 先是想了一个办法 逃到了泰国 然后在泰国买了一张机票 去别的地方 去哪 都是去什么地方 去去去去 我没搞清楚 然后在台湾转机 这哥们很聪明 是吧 在台湾他就跳机 所谓跳机就是我到了这个转机的地方 我不上飞机了 我申请政治避难 是不是 我不走了 我希望台湾的人呢 能够救我一把 完了以后呢 给我一个短时期的这么一个难民身份 然后他在想办法让他的朋友把他救到美国去 所以能够到泰国是陈思明老师的第一步 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现在过去去泰国很难的 你没有签证你过去不了 现在啊 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 到明年的2月28号半年的时间 真的任何人只要你有一张护照 就可以去泰国 到了泰国你就自由了呀 是不是 然后再想办法去别的第三国呀 牛逼大方了是不是 过去有的人真的很辛苦的 很多人真是坐飞机先坐到非洲 说是然后从非洲再坐坐 又坐飞机坐到这个什么 呃 拉美在某一个国家 俄网多尔什么的 那有太辛苦了 你现在直接到泰国 从泰国再做第三国 轻轻松松松的啊 所以这是个大好机会 要感谢习主席 感谢党啊 感谢人民政府 他们游说泰国 泰国要针对中国人搞女欧 是吧 这时候你可以过来了 明白吧 好事情啊 所以呢 我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路线图 你进来看一看好不好 然后我给大家讲讲其中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很简单 你先的第一有一张护照 第二 你先到泰国 第三 从泰国再转第三国 泰国不能久留啊 一定要转第三国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重大的机会 就是你可以走线去美国 其他地方不行 你不要去日本 日本你进不去 你不要去韩国 韩国进不去 你不要去什么台湾 台湾更不可能 台湾最多出于人道主义立场 把你转到美国去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 这个陈思敏老师 能不能够转到美国去是个问题 最好是什么呢 到了泰国 再买一张机票 去那个南美的俄瓜多尔 俄瓜多尔这个地方啊 它是对中国的护照是免签的 是吧 它有两个免签国 然后你到了俄瓜多尔以后呢 你就花点钱 大概五万人人民币买通当地的这个舌头 然后一路向北走向走进美国 这不就成功了吗 啊 这其中的基本原理啊 两个信息 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有钱人的信息去香港 有钱人去香港啊 五百万人民币或者一千万的家庭财产 没钱的人去泰国 希望大家能够奔向自由 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 任何时候你要记住 离开中国都是你人生最正确的决定 加油